我认识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 他们会带着器材出去 有些人喜欢拍人 有些喜欢拍风景 但是拍玩具 你听说过吗 玩具拍摄指的就是 以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物景作为背景 然后把玩具摆成有趣的姿势 拍成照片 这个涉及摄影和玩具的兴趣爱好 究竟有什么乐趣 能够让人沉迷其中 玩得不亦乐乎 玩物壮志带你了解 五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难得这天可以一同出游 我们再回到 洪庆安是这次出游的召集人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碰面了 因此这天大家都很兴奋 除了可以叙旧 还可以从事他们最爱的户外摄影活动 不过他们爱拍的不是人 也不是风景 而是玩具 哦 像这样 就像小的森林 就会让这些森林传统似的世界 现年55岁的平面设计师 洪清安拍摄玩具已经有6年 刚开始他只待在家里拍 后来在好友李约翰的鼓励下 才鼓起勇气带着玩具到户外拍摄 当我开始 i was pretty shy going outdoors to shoot but when i look inside the viewfinder and see this amazing image i would totally shut myself up on the outside world and try to capture that image 洪清安和李悦翰 因为相同的四号而认识 并在2015年 联手在Facebook上成立了 Plastic Singapore兴趣小组 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玩具拍摄 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好玩 很独特 跟别的拍摄方法很不同 后来就发现到 其实我可以用玩具拍摄 来反映我的感觉 跟对世界的看法 就这样慢慢培养成一个爱好 拍摄玩具 看起来跟一般摄影没什么两样 但却很讲究创意 表现手法 拍摄技巧等功夫 因此往往一拍就花上很长时间 一 二 三 灯热是所有的 当你拍摄外面 它可以缺乏一个挑战 因为情况可以很快 但当你认识玩具 灯热的情况 可能已经改变了 你可能需要强调整个想法 因为灯热就不在了 我觉得拍摄玩具最难的 就是平衡哪个玩具 就是怎么弄它 平衡不倒 但是又要角度对 所以为了平衡那个玩具 有时候我真的会花两三个钟 我觉得第一方面呢 就是需要有创意感 哪一种角度拍比较美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有故事 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故事出来 才能拍那个照 不然那个照片是没有意义 我认为我的目标是 带着玩具 生日子 然后把它拍摄像是一样的照片 我也想要告诉公众 我认为了棚规模 我认为了棚规模 是一些小的心理 我认为了棚规模 我认为否也认为一个幼稚园 也认为了棚规模 我认为了棚规模 是谁我们是 我认为了棚规模 上继续的相机 我喜欢其他人 在一起 我认为了棚规模 我认为了棚规模 这些照片 他们跟他们对照片 又是摄影器材 又是玩具 很多人以为会很花钱 但其实不一定 这个活动很多时候玩的是创意 洪庆安之所以会开始拍摄玩具 这要追溯到六年前某一天 他随手将儿子的蜘蛛侠模型摆放在窗台上 看着觉得有趣 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从那时候起 他便欲罢不能 这就是我的厨房 我保持这里的部分 洪庆安原本就是星球大战迷 收藏了不少星战模型 自从爱上玩具拍摄 他买了更多不同的玩具模型 此外 他也采购了很多拍摄所需的 道具和工具 这六年来 洪庆安已经拍了 约2500张玩具照片 有的在放上社交媒体后引起买家的兴趣 并且还接到商家的邀约 洪庆安每当有灵感就会立即构思 着手拍摄 而电影和网络往往是他获取灵感的途径 一句台词或是一个场景 都能成为他的拍摄点子 虽然这只是公渔时间的爱好 但洪庆安每一次拍摄都是百分百的投入 和意思不苟 洪庆安不时受邀举办工作坊 教人怎么拍摄完 虽然耗时耗力 他却乐此不疲 因为他希望能把这项爱好推广出去 我们不需要很多东西的材料 来开始拍摄 你只能开始用手机 和一个健康的想法 谁知道 忽略是幸福 所以你可能会拍摄 什么我可能不太想念 然后去文族和发展 truck 制作を保重 大家看看 》